大家好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刻的晚上 今晚都是自己和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等Ice放多一個星期假,兩集才叫她 讓她開心一下,不用上班 每個星期定時定刻是一個時間出現 其實長遠來說都是一種壓力 讓她先休息一下 然後跟大家先說這集節目 說起今天,真是鬧鬧鬧 為何會遲了呢? 大組錄節目的時候,喝東西在製作東西的時候 突然倒下了一罐可樂,幸好是無糖的 喝開這些可樂,不然就鬧鬧鬧 搞到在抹東西就遲了 因為最近半年左右,有些節目我自己在錄 遲些長遠的節目都在我自己錄 所以這陣子就忙了 有些器材就沒有空出去買 其實每天都做完那個節目就做另一個稿 做完那個稿就錄另一個節目 每個星期的時間都很有限 所以這陣子就比較混亂了一點 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才遲了 還有很多人有時發一些訊息給我還未看 有些朋友打給我的時候會說說鬼故 也都是未看的 看看最近清醒一些舊的鬼故 否則人們就不發給你 發來發去你都不說 別人就不想發給你 今天跟大家說 有一個我朋友的鬼故 早前就叫了我很多次去聽 以及問我可不可以幫到手 然後就說一些韓國的鬼故 跟大家去分享今晚的一個節目 雖然短短一個小時 希望都能陪伴到你 到今晚的日子 因為最近大家都可能 有一個好像變回以前 1997年的時候 之前的心態 我記得我讀完書 初出來工作的時候 就九十年代中 沒多久很快 然後就九七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要走 那時候朋友就年輕一點 那時候我也年輕 他們就去別的地方 讀書不回來 又或者有些就整家移民 以前我們都會去送機 還是看機場的時候 有朋友走 有同學走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送機 現在就沒有送機 通常都是吃頓飯 有人通知你 我什麼時候走 就吃頓飯 然後你又會感覺到 人和人關係裡面 一種轉變 就離開了 我離開了 什麼時候見 我不知道 想不到我們香港人 經歷過差不多兩三次的情形 都可以說 在世界上比較少有 不過現在網絡發達 現在網絡發達 有些聽眾都走到別的地方 甚至乎 大家就可能 狗不狗都會見面 都可能沒得見面 不要緊的 在網上 現在網絡發達 只要大家開到互聯網 大家都可以 看到大家都聊天 都知道大家近況 比以前90年代好很多 以前去外國 除了寫信之外 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打LongD LongD也是很貴的 當年也可能要 最開始二十幾元 十幾元 然後幾元 然後有些IP電話 有些不同的電話 現在不是 大家打開手機 其實大家都聊到天 看到面 雖然有些親民戚友 大家分離了 不過都可以至少溝通到 比以前會好很多 希望大家 如果去到別處 都繼續聽節目 都懷免一些 大家聽廣東話節目的心態 我先說一個個案 就是我朋友 差不多四五個月前 就叫我去聽這件事 但我沒有空去 後來他就約了朋友 和我聊了這件事 我了解完之後 就告訴大家 這個鬼故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鬼故是這樣的 話說 有個朋友 他幾個月跟我說 他的朋友 很老友 見到鬼 我朋友從來不跟我說這些 我要說一說 他的朋友 撞鬼的 我叫他做A君 因為他在某些地方工作 行頭很窄 不方便說他的名字 我叫他A君 他做一些手藝的教學工作 他專門教人手藝 在大機構做的 他基本上 我通常了解那個人 是否撞鬼 我會理解他兩件事 首先第一 他有沒有面對一些經濟壓力 感情的問題 甚至有其他的問題 解決不了 有些人 什麼都解決不了 就會覺得有鬼 有鬼搞 很黑仔 然後就把這個問題的癥結 放了一部分 去鬼神那裡 我通常了解那個人的背景 看到他們談吐 衣著 甚至乎過緊的生活 都不是有問題的 感情也是兩夫妻 都很多年了 有樓有車的 也不是有問題的 為何他說有鬼 要這樣說起 首先他身體裡面 有些皮膚上面 出現一點點黑色的東西 我看見的時候 好像老人班 不過那些老人班 很深色 很深色 他有看皮膚科 看完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說他有壞死了的組織 但他會越來越多 特別是手和頸 身體也會有些 但多數是手和頸 皮膚病 為何他說有鬼 話說做手工的A先生 大約半年前 大約大半年前開始 他的房子開始壞這個 壞那個 他壞了什麼 壞來壞去 都是跟水有關的東西 總之 電飯煲 他說電飯煲 水煲 洗手盆 沖刺廁 總之有水的東西 什麼都壞了 撞鬼那個 不是他先撞鬼 是他老婆先撞鬼 話說他家裡 住兩三層寸屋 兩個沒有子女 我已經了解了 經濟狀況 感情問題 都沒有 話說有一晚 他老婆睡覺 突然間很肚餓 很肚餓 就餓醒了 就走到雪櫃裡 打算拿東西吃 他家裡走出房間 左手邊有一條樓梯 上二樓 他老婆見到 有一個黑色的男人的影 好像暴驚雲一樣 坐在樓梯上 戴著一項劇帽 很清楚的 穿什麼衣服都見到 透明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 bako 看見後方後來是有些東西 他外面還有些微微的燈光 照著 不然出去就很黑 他老婆看見大脾炎帽 的男人的時候 是直接不動 不知道他被鬼搞 避床 何事都不動 總之怕得是很怕 不動也不能動,看著男人的鬼就像煙一樣,像非洲一樣 他隔了一會,嚇到腳都軟了,走進去跟他老公說,有個男人坐在樓梯上 A先生不想是鬼,以為是有賊,立即鎖住房門,他老婆不是賊,肯定知道是鬼 他夫妻不太相信鬼神,然後有看醫生,因為他老婆很害怕 當時他見到那個男人的時候是不能動的,他老婆去看醫生,給了一些鎮定劑 之後他老婆沒有見過,後來到第二次,那個A先生一個人晚上在家煮飯,七點多天黑,等他老婆回來吃飯 他聽到二樓上面很大聲,拍一聲,好像有人把面盤,我們以前小時候有一些洗面盤很大 好像有人把面盤拍一聲,放在地上,飯都不煮,就上去上面看看究竟是什麼聲 誰知道他什麼都找不到,完全沒有東西掉,那算吧,你也找不到 我們很多人的聽眾大家都試過,無緣無故聽到家裡有聲音,你真的找不到找不到 像上次公司那樣,拍一聲,找到原來那個指陣跌到地上,很重 我想他差不多情形,後來他老婆晚一點回來吃飯,洗澡 他老婆在洗澡時問他老公,為何拆了洗澡板,怎樣去洗澡 他老公上去看,洗澡板,洗澡板是怎樣的,吸下來的 那塊板就橫跌到地上,他老公知道應該是剛才那些聲音 但洗澡板,他都想不明白,那些沒有教務,沒有彈弓,怎麼會整塊掉 洗澡板用得多,大家都知道是會掉的 但他掉了不會一聲音,掉到地上,是不會的 如果你掉到鬆了,你也去不了洗澡,你也要弄 他老公當時不敢跟他說,A先生說弄了還沒安裝 後來就上去安裝洗澡板 然後他們過一段時間,那兩夫妻睡來睡去都睡不好 那兩夫妻都要上班,身體和精神都變得很差 很差的時候,他又在想,那家屋是否有些髒東西 但我跟他談的時候,我覺得不會 因為他家屋已經買了十年了 就算有鬼也不是,即是元朗來的 有鬼也不是今時今日才出現,你住了十年後才有鬼 你都住了下去了,對不對 後來他就找到他懷疑是甚麼事 這件事都挺…大家分析一下,究竟關不關這件事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不了了之,又沒有去問 後來他有一個舊同學的聚會 那些讀書的同學,大學的同學就出來聚會 很多人都很久沒見過 話說他以前跟一個同學不出業之後 夾錢做生意,做工程工作 後來蝕錢還是怎樣 那兩兄弟,即是A先生和那個人就反面了 反面了十幾二十年前,大家就沒有再見了 那些舊同學出來的時候,過了那麼久 你來就不來就不來就不來 沒有去問也沒有去找大家 那麼出來吃飯的時候,那些同學都是工程系的人 那些人,他們說說之前跟他一起夾錢做生意的同學就死了 又病死了,生癌症的 那些人叫做生意的同學 有一點工程 所以查看